嗨 睡得很舒服啊 但是又有点矛盾 一来呢很想享受这个商务舱的椅子啊 跟床啊它的设备 真的是名不虚传 可是呢又想要看电影 又想要吃牛排 又想要喝红酒 所以我很忙啊 十个小时过得很充实 比这个在家里还要 比在台北还要忙 因为你知道就是 但是真的有时候出来旅游啊 到底是放松呢 还是充电呢 这个有时候很矛盾 也想要完全的就是放空 可是真的如果一路睡到奥克兰 真的蛮可惜的嘛 所以我看电影看了两部 那哪两部呢 一部是那个 珍妮佛罗佩兹的一个电影 一部呢是 犬之岛 两部都很好看 那一个是比较轻松的都会喜剧啊 就是放空 那另外一个就是 很厉害的美术 那看完呢 又困了 又再睡一下 然后醒了又饿了 那就用荧幕啊 就可以cue这个空服员 送饮料跟洋芋片 真的很舒服 然后呢再睡一下 又起来 再跟朋友聊个天 因为这个萤幕可以做太多事了 看电影聊天点餐 所以你说是不是舍不得睡 完全舍不得 而且黑眼圈是不是很重 不会 你还是状态非常好 因为有补妆啊傻瓜 你知道身为一个巨星啊 出来玩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是要注意形象 但我真的会 就是说自己在座位上 就是稍微伸展一下 翻翻身 然后就其实最简单的那种 那种那种 稍微这种几个关节的动作 不打扰别人的状态之下 我比较没有 不太敢站起来 就是有点害羞 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去厕所啦 然后就火速回来 就尽量不要再打扰其他人 或是吓到其他人 但那种几个关节啊 或者是那种稍微在座位里面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能做的 翻翻身啊 那是必须的 因为坐飞机坐了几百次了 就是老实说 真的在这个空间里面 越来越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以前都没事 现在真的 这里不对劲那里不对劲 所以选择好的航空公司 选择好的座椅 仓等真的是 对自己好一点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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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